自己再到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找一下 除了切到之外 我覺得像現在 我還蠻關心像交通問題的 因為我覺得每天都看到那個新聞 出現那種很那種 驚心動魄的那個畫面 像最近不是還有在天母那邊 也有那種車子開很快 突然過馬路 就是新人穿越道上面 就把人給撞飛了 真是太恐怖了 還有就是現在到那個 就是新人的路權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怎麼樣 當然歷年來統計 其實你們除了打切到之外 你打交通其實也有 這裡面其實如果你打 那個關鍵字打交通 其實也會有一堆的資料 比如說像什麼 六都的A1 那什麼叫A1 我剛剛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我發現那個A1指的是什麼 指的好像就是說24小時內 這邊有個QA有沒有 什麼叫A1 A1是指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的交通事故 叫A1 所以A1其實是最嚴重的 那這邊有六都的統計 所以到底六都裡面 哪一都的交通案件 這個事故率最高 而且數量也是最高的 其實你們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OK 我其實有針對把這些資料拿來用用看 後來我發現南北差異還蠻大的 南部真的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如果你去南部的時候 過馬路的時候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有時候在台北習慣了 過行人穿越道會覺得很放心 結果到台南的時候 哇 我現在終於知道到台南的時候一定 不管你是在人行穿越 在斑馬線上面 你還是要小心 因為我曾經常常被刷卡 被那個勾勾肉給刷卡 嚇死我了 OK 應該你們常常都過馬路的時候被刷卡的感覺 這完全不是很OK的感覺吧 而且我發現被汽車你還看得比較到 摩托車有時候太小一台 而且我反而發現 女生騎摩托車也不再客氣了 而且女生騎摩托車更狠 我在路上遇到很多騎摩托車 而且女生又很嬌小 一台很嬌小 然後騎了一台摩托車 會騎飛快的 這有時候其實還是需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話感覺還是讓人家挺不放心的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 比如說把那個六都的交通事故 是不是可以畫個折線圖 而且畫個複合的折線圖 就是不只一個都市 每個都市來比較看看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很多都需要改進的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繼續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把歷年的竊道案件統計圖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台北市的歷年的住宅竊道 其實好像感覺是表現不錯 當然還有其他的 像自行車啦機車啦 還有像汽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把它下載來看看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想知道哪一區的竊道案件最多 區喔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這裡有區這個欄位嗎 沒有嘛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記得第一件事 今天按右鍵把它插入一個欄位叫區 你不能說老師有地點 我可以直接拿地點來統計 其實跟各位講不行 為什麼 因為樞紐分析表沒那麼聰明 但是跟各位講以後如果你有地址的話 你如果要畫一個那個熱點的話 像各位有沒有看到雲端上 我這邊好像有一個 雲端白板上面這邊有一個這個熱點圖有沒有 這個是用Google裡面的地圖畫出來的 也就是說你櫃給他一串的資料 他就會幫你把熱點給畫 繪製出來 所以比如說住宅竊道啊 這個是繪製出來 哪裡最容易失竊 你會發現好像這邊熱點最多 有沒有 看得出來吧 網外為什麼比較少 因為沒有人住嘛 沒有人住當然不會有竊道 然後其他部分 也許你可以再分析 這個也許從圖 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哪邊的切到按鍵是最多的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分析哪一區 那哪一區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 插入一個區的欄位 第二的話 怎麼取得區的資料放在這裡 比如說中正區 那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利用什麼 前面有教過 中間的嘛 有沒有 他在第四個字裡面 取三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middle函數 然後給他資料 地址在這裡 然後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四個字 幫我取幾個字呢 取三個字 因為區 還好都是三個字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那你可以看到中正區就取得了 確定 那中正區有了向下填滿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 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樞紐分析表 真的非常好用 不然的話 以前如果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你就要算 比如說中正區一票 文山區一票 信義區一票 就跟唱票一樣 慢慢算 那總共有幾筆呢 有三千多筆 你光要統計這個就頭痛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怎麼樣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記得你要選不選都沒關係 剛有同學好像就把他選起來 選起來OK 但是不選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只要在 這個裡面的話 他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幫你全部選起來 有沒有 除非說他沒選對 那你就是再重選給他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表格範圍 看一下 應該就是A1到G的3322列 OK 所以這個範圍應該是沒錯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統計的是剛剛這個欄 我們剛剛不是插入一個欄 叫區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會有個欄位名稱 叫做區的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裡面有沒有那個欄位名稱呢 奇怪 我不是有區嗎 我怎麼沒顯示出來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剛剛已經有用過樞紐分析表的話 他會把舊的資料記下來 那如果你有更新的話 一定要高中說 我資料有更新 那怎麼跟他講有更新 很簡單 切到分析裡面 可以找到一個叫什麼 重新整理嘛 有沒有在這裡 其實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重新第二次 再產生一個新的欄位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重新整理 不然的話 他不會自己更新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OK 看有沒有 重新整理之後有沒有 區有沒有出現了 區就出現了 那一樣的方法 請你把區拉到列 再把區拉到直 OK 好 有沒有看到 總共好像12區吧 12區的數量就出來了 但是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 治安差的放前面 治安好的放下面 所謂的治安差的就是數量多的 那當然需要什麼 排序嘛 那怎麼排序 一 游標放在B4 二 點選資料裡面的 什麼呢 Z到A就好了 Z到A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大到小 那當然相反的 小到大就A到Z 所以我們Z到A按一下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就幫我把什麼呢 把所有的區域有沒有 從治安相對比較差 就是切到按鍵多的 排到這個治安比較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起來好像中山區 切到按鍵最多 OK 為什麼切到按鍵最多呢 難道是那邊有比較多的特種行業嗎 什麼 像華登初上不是就在那裡拍的嗎 OK 有沒有 不知道你們有在追劇嗎 好像第三季 OK 那 跟那是有沒有關係 我是不知道啦 當然你們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四林區 那是四林夜市在那裡嗎 OK 那萬華的話是什麼 萬華是阿公店在那裡嗎 OK 所以萬華真的蠻特別的 萬華尤其是龍山市的捷運站出來 每次出來 從那邊出來呢 你就感覺到 那邊的整個氛圍就不一樣 因為那邊出來好像都是老人 然後不然就是遊民 你也分不出來到底是誰是什麼 我反正不管 然後比較好的我比較意外 治安最好的居然是大同區 OK 大同區好像跟那個萬華區也是緊鄰的 可是為什麼他治安就是相對比較好 如果你們有去過大稻城 應該可以比較了解那一代的一個 感覺他們好像互相社區彼此之間 互相好像都彼此有認識的感覺 而且他們有共同營造那邊的一個觀光區的感覺 好像是不是有一個 大家互相都有一起 就做一點事情的那個樣子 而且之前好像有一部連續劇在那邊拍的 叫什麼 我有看過 叫什麼 雙塔 什麼什麼 我忘記了 有一個女孩子 他就是從國外搬回來台灣居住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就在大稻城那邊拍的 男主角是什麼 溫生豪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追這個區 不是重點 OK 因為現在那個Netflix太方便了 而且最近我又買一個 叫做電視盒吧 電視盒方便直接就插T 那個什麼 HDMI 再加上那個電源 哪裡都可以看 哪裡都可以追劇了 即便我到飯店有沒有 我就把那個HDMI拔起來 然後USB再插上去 隨時都可以追劇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馬上就畫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呢 我如果想要了解 它的比例是多少 哪個多哪個少 比例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 它的比例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什麼 樞紐分析圖裡面的什麼 一般是用圓形圖會比較適合 圓形圖的話呢 比較強調是整體的比例多寡 也就是說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比例圖 切到的比例圖呢 各區的切到比例圖就畫出來 不過呢 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必須要看這個圖 比如說這個顏色 那你可以看中山區 但問題是 這個也是這個顏色 如果假設我有點色盲的話 說真的這很難辨識 所以理論上最好的方法是 你可以按右鍵 可以直接在這個 每一塊餅上面 增加它的所謂的標籤 有沒有 讓我那個比較可以 所以要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般最簡單是圖說文字 這樣不就OK了 而且圖說文字 還滿快的 按右鍵 跟你講說這一塊 是13% 是中山區 跟最小的大同區 哇 差距其實還滿大的 有沒有 其次的話就11% 士林區 萬華區 如果有圖說文字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旁邊這一塊叫圖粒 圖粒就可以不需要了 有沒有 因為我都知道了 為什麼這個有點像是多餘的 所以你可以把圖粒按鍵 按掉 這邊就不需要了 OK 所以如果要產生圖說文字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上一堂課就有同學問到 因為圖說文字也是新版才有 舊版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因為不是每一家公司 或者每個人的電腦 Excel都直接升級到最新版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換一個方法 但是比較麻煩 這個圖說不是按底 選它按底列者 就拿掉了 那怎麼加標籤 一樣按右鍵 各位有沒有發現新增標籤 除了圖說文字之外 上面有一個叫 新增資料標籤的選項 如果我不要這個 不是這個 用上面這個 那你會發現它有一些缺 不是有一些 蠻多缺點的 但是圖說文假設 如果你用圓形圖的話 那勢必你就要知道說 該怎麼讓它變得比較正確 為什麼 因為你按那個資料標籤 它第一個 它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數字 直接填到這裡 但問題你想說 老師我不是要這個 我希望上面幫我顯示 它是比例 我要數量 而且第二個 它上面沒有給我 到底這個東西 有沒有中山區 應該放上去 第三個 它不要放裡面 因為這個字本來就黑的 然後你又深色 像這個是多少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理論上應該放外面 所以圓形圖 這個地方 其實是比較不OK的 可是沒辦法 如果你一定要用圓形圖的話 那記得怎麼修正 一請你再點選什麼 這個上面的數量 二的話請你按滑鼠右鍵 找到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數列格式 跟這樣應該是下面這個 資料標籤格式 也就是我要更改它的標籤 所以特別最好 應該是改這個 這個資料標籤格式 那改的部分怎麼改 按右鍵有沒有 資料標籤格式 它預設值是什麼 值嘛 把值打勾取消 改成百分比 加類別名稱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 中山區13% 沒錯了OK 所以記得把值打勾取消 改成這個百分比 加上類別名稱 這個去掉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說 可是問題它放裡面 像這個就看不到了 所以怎麼辦 這中正區 可是最好是可以把這個資料放外面 不是放裡面 要怎麼調整 標籤位置有沒有看到 自動調整 今天把它改成中點外側 有沒有發現 它就調到外面了 就可能調一下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剛剛改了 1 2 3 這樣就OK了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會符合我們要的需求了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這上面改一下 比如說改什麼 改各區 各區什麼 各區切到比綠圖 OK好 就這樣 然後一樣 把這個改成這一個 然後並且把這個顏色稍微變一下 一樣 比如說黃色是紅 這最簡單 然後自放大一下 這樣子就OK 你當然如果你要把它往上拉 你也可以把它放上來一點點 它其實這個是可以讓 再往上拉 自在放大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很清楚了 至少我覺得 比那個你看原始資料來講的話 會簡單許多 OK 那當然除了看比例之外 還有一個 最後的話 如果希望中山區 這塊餅往外拉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中山區 點全部有沒有 再點中山區一下 然後往外拉 這塊餅 有沒有這凸顯出來了 中山區呢 就馬上可以知道說 它是最多的 那其次的話 當然你可以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我不只比例圖 我希望數量圖 可不可以讓我呈現出來一下 那你可以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可不可以再畫一個直條圖 可以 你再畫一個直條圖 按確定 然後可以把它搬到下面 有沒有 就變成說你可以有不同的面向 去觀察這個資料的一個結果 那在當然這個地方也可以 把它delete掉 那上面的名稱的話 可以把它叫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上面是比例為主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數量 比如說 直條圖的話 比較強調不是比例 是數量 數字的多寡 數量 OK 那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上面就是比例 下面的話就數量 你看最多跟最少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產生區的這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 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記得喔 如果資料沒出現的話 記得請你按下什麼 重新整理 這邊有重新整理 然後再區到區 區到直 OK 然後再把它繪式兩個圖出來 OK 請各位試試看